天一热各种解暑的妙招就有了用武之地 咱们前几天说到因为气温太高 广东东莞的高三学生为了迎接高好 逛着膀子奋战在高考一线 那么今天咱们要说到的这位解暑哥 人家不是为了迎战高考 而是为了想好好的上网 看清楚了吧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就贴出了这么一张照片 就像照片当中所描述的 这个男生赤裸着上身 穿了条运动短裤 蹲在那个装满半桶水的透明水缸里边 而手腻呢握着电脑的鼠标 眼睛盯着电脑屏幕 似乎在以这样的方式抵抗酷暑高温 博主透露 这名男生是广东某学院大的学生 也是自己的室友 广州有那么热吗 如果真相照片当中所描述的 那估计确确实实是不良快 那么咱们就好奇了 这宿舍里边这么热 学校为什么就不给装个空调呢 学校的答复是 金费有限 看了这个夏天 商学院的学子们必熟 还得八星过海 各显神通了 本期六线 们应该是 学校 there 甚至比较 跟室友 权